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呢又增加了一个头小 一个身份 也就是正在治疗的一个大病的患者 你是六十多岁开始跳这个的 我是六十三岁开始去芭蕾 我原来是一名机关干部 那后来怎么想着要跳舞呢 2006年 13年之前 得了一个是早期的一个妇科的一个总流 那个时候第一次遇癌症 然后就自己到医院 把这个手术的就预约了 从那个以后给了我一个信号 就是一定要开始养生健身了 先是学了一些什么广场舞啦 民族舞啦 东方舞啦什么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 哎呀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后来我学了芭蕾以后 我就把它创编成猪剪舞 然后呢就是半民族舞的这样 我那个在俄罗斯演出过也喝过酱 刚好有一个机会 遇到了一个 我们黑龙江省第一个 就是芭蕾舞的培训班 找人请到了我 说让我去给他们当团长 因为是第一支老年的芭蕾舞的团队 他想让这支队伍走上舞台 我呢也不负众望吧 一年就把这支团队呢 就是不但省里有名 全国也是比较有名 我想不明白 您说您跳跳广场舞也就算了 你干嘛对自己下手那么狠 我这个人吧 可能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喜欢这个与众不同 就像我能够来到非你莫属 我也就是比较符合我的性格 你第一次走上芭蕾舞台的舞台的时候 五十多岁的年纪 焕发了什么呢 我觉得我焕发了青春 你觉得你能坚持下来 其实跟你第一次患癌症有关系吗 也有关系 我觉得呢我经历了那种 就是那么贴近死神的 那么一种挑战之后 当时那个大家都知道 可能那个这种化疗和放疗之后的 那些副作用 让人就是生不如死 我经历了那种痛苦之后吧 我觉得呢就什么没有我吃不了的这个苦了 我没有感觉为什么这事又再次找到你身上 而且在这十三年你一直在练功 按道理来说病魔不应该再找上你 癌细胞人人都有 什么时候发病但是不一定 就是在不知不觉 今年五月份吧 我就到那个医院吧 我想拍一个片吧 一拍片那么大一个大阴影 我就觉得不可能这是我呀 可能是跟这个生活方式 可能是有点关系 后来我就也改变了一些 从这个今年发现了以后呢 我就把癌细胞做朋友吧 然后呢代留生存嘛 现在就是想要消灭它是不太可能了 就是跟它和平共处吧 咱们这么一路听下来 第一次患癌和第二次患癌 你好像心态都能够非常顺畅地接受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没有心理抗拒的时候 没有绝望的时候吗 应该也有 就是第一次发现的时候 就是一夜未眠 第二次就是一周未眠了 一周你心态就转变过来了 因为这一周我就想 这一次太来势太凶猛了 不像13年以前 我完全有能力战胜的 这一次呢 我一个是年龄比较大了 在一个这种身体环境和这个 就是我患的这种程度吧 已经到了这种晚期 当时说我就办三个月 到一年半的时间 怎么治也就这样 我就想 哎呀我就这么样 就离开 我那么多的事情还没有做呢 所以头三个月 我就开始处理这个身后的事吧 因为我特别喜欢买这个演出服 我就把所有的演出服 都给了我这些舞友们 另外呢 我就把家里的一些事情 也就处理了一下 因为我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八十八岁的 非常依赖我的 我要走了之后 也随照顾她呀 我不能让我爱人 再继续照顾她了 就把我在国外的妹妹给找回来了 行子给我妈妈安顿一下 所以说咱们要坚持活着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要活着吧 就有希望 那你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 就选择了免疫组合治疗 两个疗程以后一评估 总流下去了三分之一 就是我特别高兴 医生说跟我的心态有关系 他说就没看见过你这样的患者 就是你怎么就不害怕呢 我说怕也得活 不怕也得活 只跟你的身体有关系吗 科学治疗和这个家庭环境也有关系 跟我老伴有关系 您说的太对了 你老伴肯定对你挺好的 我老伴就是真是 我要没有我老伴 我说了 现在要没有你 我就活不了现在了 那赶紧表白一下 老伴谢谢你 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也没有今天的风光 没听到那三个字 我爱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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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